2018日本赛昨天落下帷幕,国语仅混双亚斯夺冠,双塔和凡尘组合军部敌对手霍亚军,但本届日本赛,相比刚刚落下帷幕的亚运会,国语反而是进步的, 9.16决赛结果其中一,混双决赛,国语内战最终还是亚斯获胜,感觉王黄这队组合,越来越像以前的徐玛了,最强扫勒组合,而且,黄亚琼的往前已经不输那一了,目前世界No.1,一,郑思维继2016年和陈清晨搭档拿下冠军后,今年又和黄亚琼搭档夺冠,二,女双决赛,凡陈灵比二不敌辅导组合, 这对日本头号女双,保住了本土作战最后的颜面,国语本战赛事,共战胜了五对日本组合,进步很大,特别是杜月李英辉,汤金华与小韩,如果能固定搭配,早晚会有成绩的, 2月1日,遗憾的是,曾经国语女双在这战取得过七连贯,现在已连续三年未尝冠军滋味三,双塔组合决赛表现低迷,似乎不在状态, 零比二输球后已经八连败小黄人,虽然小黄人很强,但总有破解之法, 国语教练组能好好研究研究四,女单,均为世锦赛冠军的马林和奥远,最终又是马林笑到最后,似乎小黛缺席的赛事里,马林总能超水平发挥, 而他也成功为免,了日本赛的女单冠军,之前一位成功为免的是国语的王宜涵,2008和2009赛季, 5、陶田本次赛事,一局卫士,均以2比0战胜对手,分别战胜了安东、森、杰姆克、林丹、安赛龙和科西特, 无一,他也成为日本赛创办以来,守卫得冠军的日本球员,确实要恭喜一下,很厉害盘点一,国语最本的项目,还是混双,雅思和王皇再次会失决赛2, 女单确实进步很大,陈于飞、陈小新、高榜杰、还有和冰娇,经过这个赛季的洗礼, 虽然和顶级高手仍有差距,但差距在缩小,本战更是淘汰了戴孙颖、新德湖、山口西等好手,信心上得到很大提升,小花们继续努力 3、女双虽然最后一战失利护亚军,但已逐渐形成集团优势,除凡陈外,在组3到4队不成问题,教练组们需要好好斟酌4,双塔虽然也失利, 但其他小将的崛起值得欣慰,小将和几亭弹强1比2不敌小黄人,已经很不容易,继续加油5,最严重的还是南丹,光靠石头一人肯定不行,不知道毕松的伤养到啥程度了,这位小哥还是挺有潜力的。 大碗大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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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硍势 大碎大碎学术大碎3T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